各位早安 今次我想跟大家介紹一齣舊電影 這齣電影應該是2000年左右 不知道是2002、2001左右 這齣電影也挺舊的 這齣電影的名字是《Eight-Liquid Freaks》 你看他的圖片是一齣爛電影的 但不是 這齣電影我非常喜歡 我翻看過無數次 最近又再翻看多一次 這齣電影如果你有興趣看的話 因為我無法檢查到自己住香港 但似乎北美的Netflix是有這齣電影 但在香港沒有 我在Amazon就不見到有Blu-ray版本 只有DVD 所以最容易看的是北美就有Netflix 又或是唯有上網下載 如果你要看高清版本 DVD你可以買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樣看得到高清版本 這齣電影簡單來說 因為有些人不小心 倒進去河裡 令到一名小鎮 那些蜘蛛 變得很大隻 然後那些蜘蛛空群移出 到處獵食去攻擊人類 然後有一群人 基本上就是這群震的那些人 他就要解決這個危機 故事就是這樣 因為這些封面就知道是B-movie 很便宜 搞笑 有些像Shaknado 那些 但這齣電影的製作其實不差 我現在看起來就覺得畫面很假 但我印象中 我當年看的那些畫面是好的 那些特技 但你現在看 你不是20年前看 是可以接受的 不是貼到頂不順 那些特技是可以接受的 那些裡面的人物 跟當年一樣 我依然喜歡那些角色 我為什麼會喜歡呢? 兩個原因主要 第一 就是那些演員 那些角色 我是覺得過癮 首先 那男主角 如果你認得的樣子 其實就是Scream 就是在奪命狂夫裏面 做那個 就是經常懶型 但是很多 很多觀眾喜歡 看奪命狂夫 很多人喜歡那個角色 就是那個Dewey 他在這齣電影裏面 他不是發揮得很大 但是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我喜歡的人 因為 Scream裡面 我都很喜歡看他 他這齣電影 有機會做主角 他表現OK 所以都喜歡 那個女主角是漂亮的 做一個媽媽的角色 那個媽媽的女兒 就是當年很年輕的 Scarlett Johansson 就是做黑寡婦 我覺得在這齣電影裏 我覺得那個媽媽 比Scarlett Johansson 更漂亮 你可以看一下 Scarlett Johansson 當然也是挺漂亮的 有這些角色 我覺得已經是挺好看 還有這些電影 周不時 好像2012 有一個很瘋的角色 在這齣電影裏 他也有 有一個人經常說陰謀論 有外星人侵略地球 但美國政府把事情壓低 打壓言論自由 說陰謀論 在這齣電影裏 這個角色是特別過癮 我認為是過癮過於2012的角色 例如 但是2012是一個很大預算的電影 起碼有一方面 這齣電影是過癮過於2012的 而且我很喜歡這齣電影的調音 它是不正經的 它是搞笑的 但是它還沒有像Shaknado 所有東西是亂來的 這齣電影不是亂來的 即是那些蜘蛛是真的吃人 是會捉人的 但是 它 平衡得很好 也不是十分正經的 因為我覺得 在這齣電影裏 我隔了這麼多年 我看了這麼多次之後 我早前回看 我還是笑了 就是這些蜘蛛 它是有聲音的 你留意一下 這些蜘蛛 例如你用槍射它 或者打那些蜘蛛 那些蜘蛛是會慘叫的 它的聲音是很過癮的 而且那些蜘蛛 有其中一幕 真是笑得很糟糕 是那些蜘蛛 就是那個蜘蛛 就按下一個蜘蛛 然後那些蜘蛛 就在打他 但是那些蜘蛛 配音的聲音 是被人亂拳路打的聲音 就是啪啪啪啪啪啪的 我看了很多次 我都覺得很過癮 我不知那個導演是怎樣想出來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齣電影的角色過癮 不是每個角色都過癮 因為這齣電影有很多配角 但整體來說有很多角色我都覺得相當過癮 然後他非常有娛樂性 因為他的特技不錯 那些蜘蛛是真的吃人 還有他有些位置是挺搞笑的 例如我剛才說的音樂輪那人 那些人跟他說外面有很大的蜘蛛 我們馬上要走 但他不相信 那些人說那些蜘蛛在外星那裡來 然後他就相信 那些是火星的蜘蛛 那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齣電影的調節是比較平衡 所以我是相當推薦 我覺得這齣電影有點難找來看 但如果你有機會的話我是相當推薦 我給他評分有B減 因為他經得起時間考驗 我隔了很多年 看了很多次 我依然相當喜歡 對